我先说吧 我的那个直观感觉 就是这个 键不对 常跟你开口的时候 我就立马跳戏了 我觉得你的声音 是可以是一个很颓废的状态 但是你就感觉 老掉了半个音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差一点 气声太多了 而且这个键 我感觉不是适合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键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他其实也是在尝试 不同的东西嘛 想让大家认可到他 但我觉得还是 坚持自己的电子风格会好一点 因为这样也比较的 适合成功去发挥 好 这个算了 我决定算了 你说的算 我们的合作曲就像我们说的算 我要讲一讲 全九你今天是光脚的在唱吗 你还注意他 我刚刚真的 我刚刚做这个时候比较明显了 我觉得整个舞台设计就非常聪明 然后鼓的节奏非常棒 因为他重拍是非常集中嘛 在进第一段附过那个 德太阳那里打的一下 我觉得那里一下 非常的激入人心那块 我非常喜欢那一段 一跟骆驼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用着尖叫机 因为骆驼不会尖叫 你这是个冷笑话是吗 对 你看只有我能懂你 不信 那你有什么冷笑话 不行 我的冷笑话会让这里降温到零度以下 一个乐队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你们的话其实是配合这个音乐 去做出所有的调动 所有的律动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在 为了这场演出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配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歌曲想要传达的东西 是你的声音没有传达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次可能大家其实听到 都是已经耳熟能详的歌曲了 大家已经有了一个主观的感受了 在听到一个新的一个音乐之后 他会去判断哪种音乐带给他的感受 会更好 或者说你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在 其实我是觉得整体真的都没问题 其实Vocal 可能要去想一想要怎么去表达出 这样一个歌曲他想带来的东西 第一场的时候 其实底下的乐迷他们其实也反馈 就是说Vocal的一些可能传达到的东西 没有传达给他们 这一场的抛开原创这样一个东西 他们的本身的一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少年感的乐队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坚持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虽然可能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或者更多的努力去让大家认可到 感谢您的风格